洞督笑竹鳥版 王子華叫六八九犯古墓 洞督男神王子華用何式關係 比喻中了毒的香港 正經這句笑到你凹地 他用昆蟲來形容大陸人 寸他們在冷行餓屎 最低寫是說 不須多說佔領廚房 喂佔領廚房 可能變均在柴房 既然男神開到聲要爽下 忽者就給大家聽聽 說到釘催淚彈 王子華就說 你可以說警隊是專業 但問題是 警隊丟催淚彈不是專業的 他們丟過多少次催淚彈 香港太平盛世幾十年 十年都丟不到一次 即是你十年沒煮過一次菜 你敢認做大廚? 子華再加多兩田肉 如果我是政府 我會說 各位警隊是專業的 但是丟催淚彈 他們是比較業餘 沒問題 等於抗議那班人 都是業餘 那班人 不是專業的抗議者 所以業餘對業餘 這樣就一齊誤會 是嗎? 胡起身材 插完這 男神再插 叫葉劉 和六八九翻古墓 雨傘也是武器 如果葉劉女兒 晚上出去蒲 蒲幾久? 三天左右 不行 好危險 怕甚麼? 我有把傘 你還怕? 不用怕 我還拿保鮮紙 他還叫學生 不是省油的燈 你們 又在武俠小雪 才出現 你們都是古墓派 你們回去古墓派 即是我發現學生 不是省油的燈 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然後發出六八九拳 都被雨傘一一擋下 男神嬉笑老馬六八九和葉劉 你看看 廚藝漂亮不漂亮和雨傘 試得多開心就知道了 他插得這麼痛快 真是爽